这是球员该干的事吗? 从这一点来说,詹姆斯真美的黑 CBA前段时间颁布的一人一水智 原因是一些职业球员浪费水资源 水没有喝完就扔,有的甚至只喝了一口 这样的行为真的令人寒心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学会珍惜水资源 NBA球星勒布朗·詹姆斯在训练或出席活动时 几乎无时无刻或带着自己的专用蹲蹲筒 在没有任何规则约束的情况下 就已经做到了一人一水的良好习惯 还有NBA史上最年轻的MVP德里克·罗斯 也同样如此,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 随着政策的颁布,越来越多的CBA球员 加入到了一人一水智的行业中 其中就包括了郭艾伦、赵瑞、徐杰、曾谈日 方振林等一众CBA球星 他们现在无论走到哪 也都随身携带可以循环使用的正牌队伦筒 不仅节省了矿泉水平,倡导了环保、减少了污染 还杜绝了一切浪费水资源的行为 纵使身家千万,已因吸水如今 只有这样的球员才值得我们去追捧 才有资格成为我们的偶像